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天氣狀況也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今天白天來說的話 大多都還是受到高壓籠罩 所以也都是好天氣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下午晚上的時候 包含這個微弱封面開始通過 所以我們從定量降水報圖 可以看到 那在今天傍晚的時候 包含像在北部山區 宜蘭跟花蓮這些地方 就容易開始出現一些飄雨 到局部陣雨的發生了 而且這樣的降雨狀況 會一天比一天 還要再更明顯 我們就來看看 這三天的定量降水預報圖 那其實從明天開始 就受到封面的影響性 那再加上禮拜六禮拜天 有一道比較長的封面開始通過 所以在週六 還有到禮拜日的時間 幾乎可以是在 中部以北地區東半部 幾乎都是有雨 而且到禮拜天 降雨狀況就會開始 越來越明顯 像在中部山區 那另外還有在宜蘭 北部山區來說的話 雨勢上會比較顯著 我們就來看看 這一週上面的天氣最新變化 那今天白天是好天氣 但是下午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微弱封面開始報導了 而且影響的時間到週六 那雖然說這道微弱封面 對中南部來說影響性不大 但是北台灣東半部地區 開始容易出現一些飄雨 溫度也會開始往下降 那至於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有一個較長的封面會開始通過 那這段時間水氣又更多 而且對流又更強 包含像在中部以北 東半部都可以感受到 有這種比較明顯的降雨 而且要慎防的是 容易會有一些劇烈天氣的發生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幾天 連續假期的最新溫度變化 那明天就受到微弱封面影響 北台灣東半部降溫轉雨 溫度來到了二十到二十七度左右 北台灣像這樣子濕濕涼涼天氣 會一路持續到禮拜天 而且在週末 也就是禮拜天禮拜六的時間 對流會比較強 水氣會比較多 那在中南部來說的話 在明天白天高溫 可以上看三十一 三十三度 但是雲量開始慢慢增加了 而且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主要水氣變多 封面的影響性之下 在中部地區也要順防 容易會有這種短時間 長降雨的出現 以上這一節的最新氣場